您见过不用任何人工翻炒就能自动做出各式美味佳肴的烹饪锅吗 你有能想象到这个锅做出来的菜让民厨甘拜下风吗 你有知道什么锅做出的米饭香甜可口经营剔透吗 请收看外发明寻锅技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外发明 今天的外发明依然由我和彭老师来为大家主持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是要跟大家讲讲关于吃的话题 我们知道民以食为天 尤其咱们中国人那是非常讲究吃的 八大菜系 据说现在还有各种小菜系都出来了 烹饪方式是多种多样 但是现在随着我们生活工作节奏越来越快 好像要做一顿家常菜 好像是很奢侈的事情 没有时间 我不知道彭老师的手艺怎么样 是不是也会经常做饭 偶尔做一做饭 另外我从另一个方面考虑 一个是零时间 再一个手艺也不好 所以要真想吃点好的 你只能到外边去 所以呢就是又有人产生这样一个想法 能不能生产一种锅 这个锅呢就是一按按钮盖上盖 自动的就能够把这个菜烹调好 然后美味可口 有没有这样的发明呢 还真有 我们今天就来认识一下 这样一口智能锅 去看看 发明人林志鹏 发明项目自动烹饪锅 今年四十多岁的林志鹏 曾经是个自动化专业的工程师 自从二十多年前 孤身来到北京 就一直忙于工作 吃饭的问题 都是在食堂和餐馆解决 但是喜爱烹饪和美食的他 一直希望吃上自己亲手做的饭菜 但是长期的独立生活和忙碌的工作 让他这个愿望很少得以实现 久而久之 他就萌生了自己研究一种 可以自动炒菜烹饪锅的想法 林志鹏经过研究发现 人们炒菜做饭最复杂的部分 就是人工操作 而要想摒弃这一人工部分 就必须要让自己设计的锅 能够自动获得烹饪所需的 火候和温度 也就是说 要让各种食材都要在一口锅里 不用人工参与的情况下 自动获得合适的加温条件 从而做出不合大众口味的饭菜 于是林志鹏就设计了精确测温系统 而后根据每一种类型的菜系 自动设定炒菜过程中 每道工序的火力大小 最终实现炒菜全自动一键完成 于是自动炒菜烹饪锅完成了 那么自动炒菜烹饪锅效果如何呢 我们决定让林志鹏炒一个芹菜炒肉来试一试 这是我们最早发展的第一代的自动炒菜锅 想吃清蒸鱼 再按一下清蒸鱼 想炒菜 在这有菜的键 还能熬粥 煮面条 蒸包子 我们是希望这个东西就跟个饱葫芦一样 你想吃什么有什么 别看芹菜炒肉是个比较简单普通的家常菜 但是我们都知道 要想让这道菜做的好吃 就必须把里面的肉丝炒熟 而且同时芹菜不能过火 更重要的是 葱香味必须爆出来 而且葱花不能炒糊 一般炒菜时就必须不断的翻炒 而这次林志鹏把葱花肉丝芹菜等 都放到他研制的烹饪锅里面 重要的是 在整个炒菜过程中不能有任何翻炒动作 那么这个烹饪锅加工出来的味道怎么样呢 好吗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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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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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看一看啊 你看没有 来块肉 颜色也非常好 对 是吧 嗯 天嫩 嗯 经过记者品尝发现 用自动烹饪锅做出的芹菜炒肉 肉丝很嫩 芹菜也炒得清香可口 而且没有糊涡现象 那么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秘密就是 它有一套精准的特温装置 黄老师他怎么样实现这种自动控制呢 能不能给我们演示一下它的原理 自动控制呢 主要使用的是温度传感器 在这呢 说这个温度传感器 大家可能印象不是很深刻 我这拿了一些 你可以看一看 这个就叫做温度传感器 它呢 可以把温度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呢 我们在这呢 也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 你看这个电路很简单 这搁的就是一个温度传感器 那么把它接在电路当中 电路当中还有电池 还有灯泡 现在这个电路是通的 所以我们看到灯就亮了 如果说我用火去加热温度传感器 你看这个电路会发生什么现象 招一下它 加热 这样它这个传感器里的温度就在升高 灯灭了 有东西断开了 对 里边就断开了 但是呢 我们不给它加热了 随着它的温度的下降 你会发现 过一会儿 它里边又接通了 自动的接通 这盏灯 它还会亮起来 你看一看 我用手扇一扇 还真是 温度下来了 它又继续加热 所以它这个温度传感器是最关键的那个东西 用它来控制电路 使得锅内的温度始终处在我们所需要的那个范围内 其实 自动烹饪锅的另一个秘密在于 林志鹏做菜时 放食材的顺序十分讲究 它在放食材时 先放葱油等塑料配料 而后放上肉丝 再在肉丝上放上青菜 当整个过程加温时 锅里就会呈现了从底到上的梯形温度分布 通过实验证明 葱花会糊的温度是160度 而此时肉丝的温度是110到130之间 青菜保持在90到100度 这个时候是做好这道菜的最佳温度 而一旦锅里测温达到了葱花变糊的最高温度 电磁加热就会把火力立即自动降起来 然后再慢慢升上来 感应到超过临界点了 又立刻降起来 这样反复几次 菜就会炒熟 葱香味也出来了 肉丝也熟了 青菜也清脆可口 更不会糊锅 那你觉得咱们后边做一个什么菜好 这个 来一个猪蹄吧 来一个猪蹄吧 我喜欢吃猪蹄 对 在许多人眼中 它既爽口又解馋 而且营养丰富 深受大众的喜爱 那么用这个锅做出的俘虏猪蹄 味道如何呢 把一定量的水呢 哦这是1000毫升呢 对对对 倒到锅里 必须是定量的水 对对对对 包括这些个 我们放到的这些材料 锅料 都是定量的 对对对 盖好锅盖 我们看到 从颜色上看 汤汁浓厚 味道十足 在经过记者尝试后 真正达到了 软滑香糯 咸中带甜 甚至可以与专业厨师水 更相媲美 那么 这个效果 林志鹏是如何做到的呢 原来 林志鹏专门在他的锅上 设计了自动收汁功能 收汁是中国烹饪技术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熟悉烹饪的人都知道 在做肉菜时 要想味道好 就要让味道入到肉菜里面 俗称入味 其实这个入味 是指在做菜过程 汤汁的味道 所以收汁的好坏 在一定程度上 决定了一个菜的成败 林志鹏采取的 自动收汁的方法 简单的说 就是利用自动测温系统 通过水分不断减少 加微时间不断缩短 来判定收汁是否成功 也就是说 假如在锅里加入 2000毫升的水 用一定火力加热 食材的营养精华被蒸发出来 锅底温度达到130到160摄氏度 这时如果继续加热 有可能就会糊锅 此时停止加热一段时间 而后再次加热 由于水分越来越少 扁干的速度 或者说锅底温度升高的速度 就越来越快 当测量到温度上升速度 达到一定程度时 就可以判断锅内汤汁浓度已经成熟 整形收汁结束 这时我们打开锅盖 用铲子把锅内的原料充分搅拌一下 原料就会黏黏糊糊的 包含营养精华和调料的汤汁 很好地融合到一起 使其做出来的菜色香味俱佳 我们来到了家住北京海淀的一个居民家庭里 这个家庭平时只有老两口带着小孙女居住 家中的女主人平时在家时做做饭 但是一旦外出 或者离京回老家 剩下的男老伴由于不会做饭 吃饭就成了问题 往往是简单凑合就过去了 它这个锅呢 可以炒三百多种菜 显得是拿到这边 让咱们这儿来试一试 好不好 真的吗 真的能炒那么多菜 不是 能来炸一眼 看到我们带了可以自动炒菜的烹饪锅 老两口将信将疑 为了试试这个林志鹏带来的锅 是否真的像他说的那么神奇 他们决定让他做一个红烧鸡翅 试一试 来 开一下开关 使劲 使劲 好 再炒一下鸡 哇 小美也会做菜了 哇 还贵 这么方便 嗯 那你这个锅就不用翻炒了是不是 不用翻炒了 啊 就直接下里头 什么东西可以玩呢 你按下按键 你来后你就怎么试一下 像这样做出来鸡 你觉得会不会达到想象的这个锅 那我都有饭 嗯 我有点可以 为什么呀 没煎了不 还有这样简单的锅 那可以随时拍盖吗 随时拍盖 有点满眼睛 啊 那个 这个好了 现在就是说你看看它在收根 所以这收的道理是什么呢 你要觉得行你随时可以就结束了 你闻一下 是不是这个味怎么样 啊 真香 我来一碗 来一碗 来一碗 嗯 他还是吃那样 行吧 没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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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提的吗 嗯 呵呵呵 马上啊 那边能让你吃我们辣椒的味道 这样叔叔来一碗 就是 尝一碗呗 热 看啊 哦 好 好 嗯 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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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宝贝 过来过来 过来我问问你 过来 这宝贝 怎么样 不油腻 入口即化的感觉 在尝了用自动烹饪锅做出的鸡翅后 老两口都贩不绝口 甚至连小孙女儿也接连不断的往嘴里塞 这个自动烹饪锅的神奇功能让老两口来了兴趣 这时没想到老两口提出了另外一个想法 那就是用这个锅煮饺子试试 因为他们听说这个锅不会一锅 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林志鹏发明的自动烹饪锅 不但可以自动炒菜 而且可以自动收汁 做出的各种菜肴 色香味俱全 那么用这个锅来煮饺子 效果如何呢 您那个煮饺子的话 一般情况下比较担心什么 那就肺嘛 老往也肺跑出来了 水一开锅 一不留神 就跑出来了 在整个煮饺子过程中 我们发现这个锅确实没有一锅的现象 这让我们都很好奇 看这开了 这就好了 好了是吧 你看看 你看看 真的好了 捞出来 看看 煮得真好 你看 来来来 没烂没沾吧 对 真好 这上多好事 爱吃饺子 爱吃饺子 嗯 这怎么做 那您 阿姨啊 您先尝一下 看看这个火候怎么样 我尝尝怎么样 嗯 皮怎么样 嗯 煮得很到位 火大吗 不大不大 你着急了 你着急了 有点热 馅儿熟了吗 嗯熟了熟了 你看一下 馅儿都熟了是吧 挺好 我想到这口锅还有一个绝活 就是煮面条煮饺子的时候不会一锅 那我觉得其实煮面条煮饺子 人一不留神都容易一锅 我觉得这口锅能做到这一点太不容易了 它怎么做到的 我在这做了这么一个小的道具 我们来看一看 嗯 这个灯亮了表示就在加热 嗯 如果灯一灭就表示不再加热了 停止加热 对 我们这个电路 处在这样一个状态 我们给灯安好 这个电路就在加热 嗯 那么现在如果说里边是水在沸腾 有一些水蒸气也没关系 就是还是100度的一个温度 对 就一直加热 对 但是如果说里边出现了泡泡 就是要一锅 这个泡泡呢 它会把中间的中心电极跟锅盖给连起来 哦 对对对 水是电的导体 对 那么我们看一看 假设这有水 把这两个电机连起来 哎 这个自动控制装置就停止加热了 也就是说泡泡鼓起来 连通了上下电机之后 这个就停止加热了 对 但是如果说没有泡泡呢 它又继续加热 哦 我们煮饺子的时候 你知道如果泡泡上来 你要打开锅盖 有时候还要兑上一些水 嗯 是不是 它这个呢 就可以自动控制它 你泡泡要上来 我就停止加热 嗯 你泡泡下去了 我继续加热 给你的饺子就能够煮熟了 那这个自动烹饪锅 既能做这个家常小炒 又能做一些高难度的菜 而且煮饺子煮面 就还不会一锅 哎呀 说起来真的是太好了 当然这都是门外汉在用 像我这样不太会做饭的人 觉得很好用 我觉得检验它的时候呢 关键是要看厨师们 那些家庭主妇会做饭的人 用的时候会不会说好呢 我们去看一下 据林志鹏说 他发明的这个锅 可以做出三百多道菜 里面的每一道菜 都是按照顶级名厨 做菜的工艺程序设定的 所以他做的菜 应该不赐于专业厨师 和精通烹饪的家庭主妇做的菜 那么真的会是这么回事吗 于是我们专门请来 厨艺较高的家庭主妇 专业厨师 与自动烹饪锅 来一场厨艺大比拼 来看看 到底 谁高谁低 我们的规则是 家庭主妇 专业厨师和自动烹饪锅 分别做 酱门排骨 干烧鱼 公报鸡丁 三道不同风格的菜 请曾经的北京长城饭店 顶级名厨 李衍严担任主评委 同时随机请普通消费者 来参与评价 到底这三方 从色香味三个方面来看 哪个水平更高 首先做的是酱闷排骨 一号是自动烹饪锅 二号是专业厨师姚师傅 三号是家庭主妇王芳 咱们做这菜是酱闷排骨 对对对 是吧 属于菜系里边属于 什么 那个北京的北京菜 对 北京菜 对 或者说是北方菜 对北方菜 它的风味 是一个什么样的风味呢 它的口味就是江香浓郁 口感比较清香 是吧 你是不是也是以前经常做 经常做 是吧 对对对 也算是你的拿手菜 拿手菜 作为专业厨师 二号姚师傅做这道菜很有心得 一番准备后 它开始了 我们再来看看 一号是用自动烹饪锅的凝制棚 比起说起来 头头是道的姚师傅 看到把所有配料食材 都一股脑 同时倒进锅里的林志鹏 说实话 我们也暗暗为他担心 好 我都做好了 不过 到底怎么样 还要等结果出来 才能看出来 那么 我们选择的王芳女士 对于做这个酱闷 酱闷排骨 有没有信心呢 有啊 也有把握 40分钟后 林志鹏和王芳做的 一号和三号酱闷排骨出锅了 那么 我们的评委 评价如何呢 一号的做得不错 颜色比较好 味道也比较好 酱香浓郁 但是它有一点缺点 就是偏甜 因为这酱香排骨呢 调味不要这么重 三号的呢 这个也是酱香浓郁 咸味呢 也适中 味道也比较好 但是它呢 颜色偏浅 应该这个菜呢 是枣红色 枣红色 枣红色 对 它的亮度呢 不如这个一号的亮度 这个颜色漂亮 二号 也是 酱香也是比较浓郁 味道还可以 但是呢 它跟这个 这个一号比呢 它的颜色又偏重 一号的颜色最好 另外呢 它口味偏咸 偏咸了 重了 让口味重 一般的话 比这个再淡一点 就好了 7.5分 三号是8.5 一号呢 8分 口味偏重的话 喜欢二号 我的口味比较重 三号感觉这个肉质老一点 不用那么嫩 然后 一号 味道 不错 但是确实是有点甜了 然后二号 感觉那肉质 比较嫩一点 然后吃起来口感也好 然后味道也可以 没想到 总体评价几个不相上价 王芳做的三号姜门排骨 在味道上 逆胜一筹 那么 接下来要做的干烧鱼 到底谁会更好一些呢 三个人几乎同时把干烧鱼做好 那么怎样的效果才会得到专家的认可呢 基本的标准是汤汁收的浓 比较亮 颜色好 另外它是咸浓 偏微甜 也是有些个酱味 因为它是皮线豆瓣辣酱做的嘛 鱼肉呢 应该是比较嫩的 不应该做老 知道了干烧鱼的品盘标准 大家也尝过了三种不同的味道 那么到底谁会得到最高分呢 一号呢 就是味道不错 汤汁收的也比较浓 颜色也比较好 从那火花上说 掌握的是不错的 二号 基本上和一号呢 差不多 但是 就是 二号的鱼 比这一号的 要好一点 它好像是炸过 一号的 这个没有炸过 这两个 要说平分的话 都 8.5分 是吧 基本上是不像啥下的 稍微什么一点的呢 就是 差一点的 三号 三号从颜色上 收汁上呢 汁收的不够浓亮 另外颜色呢 偏 偏深 味道还可以 味道可以 三号呢 就是 要平分的话 是8分吧 那两个是8.5分 好吃不好看 好吃不好看 刚才这个鱼吧 通过肠 还是觉得 一号比较好 就觉得 特别鲜 二号呢 也是一样 然后呢 那个味道 一吃起来 吃一口 想吃第二口 非常好 你呢 因为我觉得吧 一号和二号 差不多 因为 二号吧 因为我个人口味吧 我不怎么爱吃辣 所以我比较喜欢一号 然后三号的颜色 好像比那个前两位 要稍逊一点 味的 味道还可以 是吧 对对 这一次 一号自动烹饪锅和二号姚师傅 做的不分上下 三号王方颜色稍差 前两道菜的比试各有高低 那么最后一道大家熟悉的公报鸡丁 能分出最终胜负吗 三个人的公报鸡丁也几乎是同时做好的 那么这个菜 评委会怎样评价呢 这三个作者都不错 味道都不错 都说得过去 从颜色上看 一号的颜色要好一些 一号的颜色要好一些 二号的颜色也行 也不错 三号的颜色就是偏深 因为讲色香味 那个色什么 三号的稍微拍点 这是怎么造成的 酱油放的比较多 或者醋的颜色比较深 有的时候就这个颜色 酱油比较多 就是从颜色上看 对 从这个味道 味道上都还可以 说得过去 就是您刚才说的那几个 从黄上这三个差不多 十分算的都是八分 这个75分吧 就是输在颜色上 从我个人口味讲 我是喜欢一号 一号的颜色味道都不错 都不错 我也是喜欢一号 是吧 您呢 我也是觉得这个一号 不管是从颜色还是口味 感觉更好一些 通过几轮测试 我们发现 自动烹饪锅 做出的各种菜肴 与专业厨师 和擅长厨艺的家庭主妇 不但差异不大 甚至某些方面 还利润胜一筹 林志鹏发明的自动烹饪锅 创新大胆 设计巧妙 他把中国繁琐复杂的烹饪技术 通过各种科学手段 完美的在一口简单的锅里得以实现 不用任何翻炒 就可以制作出各种美味佳肴 首先 他在锅底和侧壁 设计了精确的侧温系统 当把辅料及各种食材 按照顺序放到锅里后 开启炒菜功能 此时开始加温 这时在锅内形成梯形温度分布 由于不需要人工翻炒 锅底辅料和上面的食材 温度相差较大 很容易造成糊锅 这时 测温系统可以在瞬间做出 调节各种火力的快速反应 这样既可以保证各种食材 得到充分的加温 又可以保证不糊锅 除此之外 林志鹏设计的自动烹饪锅 还具有自动收支功能 它的原理就是通过不断的加温 锅中的水分不断被烘干 测温系统对锅底最高温度 及时进行反应 不断调节火力 随着水分的逐渐减少 锅中温度升到最高温的时间 越来越快 当测量到温度上升速度 达到一定程度时 就可以判断锅内汤汁浓度 已经达到一定程度 证明收支结束 从而停止加热 通过这种方式 可以把食材中的营养精华 和调料味道充分烹饪出来 使之做出的菜肴香嫩可口 达到色香味俱全 另外 针对煮粥煮面条 煮饺子 容易一锅铺锅等问题 林志恒还设计了防疫系统 在锅盖顶端设计了一个电极棒 当沸腾上来的气泡 接触到电极棒时 瞬间就与锅底的电极连通 信号传导到控制器 控制火力调节 实现防疫 于锅盖上的电极棒 设计为悬空方式 这样就防止了附着在电极棒上水汽 或者溢上来的米粒粘连 形成误报信号现象的发生 从而避免了煮饭不熟的情况 林志恒的这几项设计 是繁琐复杂的中国烹饪 大大得到了简化 而且可以制作出模拟明厨的 几百种特色佳肴 从而解决了普通人做饭难 油烟污染等难题 这个锅它好在什么呢 收支收得相当好 而且那汤汁比较浓 比较亮 这我感觉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它这个火上掌握 比较精准 另外呢 就是说这个锅它标准化 程序化 简单化 一般的你甭管是会做饭的人 不会做饭的人 尤其是咱们家庭的 一些主妇去做饭 完全可以操作 甚至对水平能达到这个 专业的水平 林志鹏发明的这口锅呀 可以说使用起来简单方便 而且做出来的菜肴呢 不比专业厨师做出来的那些菜肴差 应该说从今天开始 不太会做饭的那些朋友 有了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个东西呢 是帮助我们做米饭的 能够让米饭蒸得更加香甜可口 您可能要说了 蒸米饭或者是做米饭 不是非常简单吗 放到高压锅里一蒸 或者是放到电饭包里一包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这个食器 怎么样能让我们的米饭更加香甜呢 去了解一下 发明人黄斌 发明项目 压力IH 智能包 黄斌现在是一家企业的工程师 自小从南方长大的他 来到都市以后最怀念的 是他小时候妈妈用柴火灶台做的 香喷喷的米饭 在工作以后 他平时也用高压锅和电饭锅 自己做米饭吃 却怎么也做不出 用柴火蒸出来的米饭味道 于是他就想 能不能做一个既不用柴火烧 又简单方便 而且米饭香味十足的锅呢 说干就干 黄斌首先想到的是 柴火做出的米饭 香甜的秘密在哪里 于是他自己搭了灶台 用柴火做起了米饭 小时候在家里面吃的那个米饭 都是家里面父母和爷爷拿了 他们用这种 以前小时候都是用这种灶台 给家里面人煮饭的 我们看一下 它这里两个 两个炉子 这个上面这个炉子呢 就是放茶火的 这个下面这个呢 就是那个茶火烧完了之后 它自己会从这个缝里面 掉到这个下面 就是除非的 这个上面放茶的时候 你看一下这个钩底啊 就是茶火放到这个中间的时候 它有个虎苗一直往上 往上扬 那整个菇子的这个底部 放到灶台里面 这个底部的话都会受热 那么就是这个灶的这个 这个菇的这个受热的面积 就会很大 这样子的话就保证这个米饭 能够在一个很比较尊人的一个 这个温度下面去做一个米饭的 一个喷热的一个过程 你现在的这个米是多少米啊 大概是到家里面 五个人吃饭的这个米量 你放多少水你怎么来 就是现在是盖过手指头 你看这个盖过这个手指头 这个水的这个量 以前我们父母都是这样教我们的 是吧 对 经过多次实践 黄冰总结了用柴火做米饭的规律 首先米水搭配要合适 刚开始多添加柴火 保证火力旺盛 实现米饭快速受热 达到沸腾 当看到锅盖边缘开始大量冒蒸气 说明锅内的米水开始沸腾 此时保持大火加热 实现米水的充分沸腾和受热 当锅盖边缘的蒸气开始变小后 说明此时锅内的水分已经被米饭吸收完 此时需要减少柴火 最好退掉柴火 用灶台内的余热实现焖饭 焖饭十分钟左右 已经闻到了米饭香气 米饭烹饪完成 我们看一下 香还是蛮香的吧 香是蛮香的 我觉得还是这个 柴火做的比较香 你看一下这个边上 这个已经烧房了 然后就把这个一下拉一下 然后就烧好了 在尝过之后 我们发现柴火做出的米饭 虽然香甜可口 但是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问题 比如由于造地的柴火 摆放不均匀 造成加温不均匀 所以有的米饭蒸得非常好 有的就黏糊糊的 有的就糊锅 而且在做饭时 必须随时注意火力的大小 一旦经验不足或者分心 就会让蒸出的米饭不堪入目 也就是说 柴火做出的米饭 由于加热不均匀 造成一锅里的米饭 会出现好吃 干硬 偏软等几种米饭 那么普通电饭锅 是否可以加热均匀呢 它做出来的米饭怎么样呢 为此我们专门找了一个普通电饭锅 来煮一锅米饭试试 现在这个时间到了是吧 对 米饭已经煮熟了 我尝一尝 有的 有的底变没有煮熟 有的是煮的已经是挺烂的了 我再尝尝这 这会儿加热的更多 你看这个小白点 是吧 这说明里边的米粒就没有煮的特别熟 是吧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 这个更明显 你看 这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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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煮的 加上饭 在尝试后我们发现 普通电饭锅蒸熟的米饭 虽然看起来大致一样 但是中间部位的米饭偏软 两边的偏硬 甚至有的米粒没有煮熟 味道也一般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个电饭宝 它的加热 是采用底盘加热 我们把这个锅 装米的锅拿出来以后 你会看到底下有一个铝盘 这个铝盘里边盘着电炉丝 加热的时候 有电炉丝的地方温度高 没有电炉丝的地方温度低 所以这种加热 它会造成这样的情况 一个就是加热不均 就底面来讲 它有些地方温度高 有些温度低 上下来讲 是下边温度高 上边温度低 这样就会影响米饭做出来的质量 所以这种锅 它就是底下也有加热 侧面也有加热 它就是整个里面的 这个加热是很均匀的 对 首先我们说 它这个锅 不是采用电炉丝的这种加热方式 对 它采用的加热方式跟我们的电磁炉是一样的原理 它是靠电磁波在锅体上产生热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让那个线圈不但在锅的下边铺设 在整个锅的侧面都铺设 所以加热的时候锅底受热 侧壁也受热 整个里边受热就比较均匀了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 黄冰查阅了很多资料 偶尔他发现了在古书中记载 唐代宫廷米饭做法非常讲究 做出的米饭被传送至今 那么用这种方法做出的米饭 到底怎么样呢 用柴火做出的米饭和用电饭包做出的米饭 都互有一关 那么古书代宫廷又是怎么来做米饭 被表成的这种方式 黄冰研究新的电饭包 会从中得到怎样的启示 只能点到后做出的米饭 是什么味道呢 先继续收看 外发米饭 循锅技 首先需要把米浸泡20分钟 接下来与传统用柴火做法不同 这种做法需要使用木炭 把烧好的木炭先均匀摆放到炉灶中 可以做到最大程度均匀加热 而后当米饭开始沸腾后 摆放上重石 这样使锅内具有了一定压力 当锅盖边缘的蒸汽开始变少时 说明此时锅内的水分已经被米饭吸收完 此时需要减少碳火 并逐步退掉烫火 用灶台内的余热实现冷饭 十分钟后 香喷喷的米饭出锅了 要不先放这里 我们打开看一下 看看 为了那么多功夫 不 很香吧 这边上肯定是没有这个什么 对对对 刚才那种 米粒很完整 我们看到刚出锅的米饭晶莹剔透 没有偏软和干硬 甚至糊锅加生现象 尝起来香甜可口 黄冰介绍 这个木炭均匀分布 可以让每部分米饭均匀加热 而压上侵蚀 就是锅内保持一定的压力 让米饭充分吸收水分 这样就是米饭蒸煮充分 营养物质损失较少 因此香甜可口 借鉴了宫廷做饭的原理 黄冰发明的思路出来了 首先他想办法改变普通电饭锅底部 平板加热 传导不均匀的方法 改为锅体整体加热 具体的方法就是 把整个内部锅体都以线圈缠绕 当电磁加热后 整个锅体同时加热 而不是底部传导加热 这样就保证了加热均匀问题 吃米饭甚至每一粒米 在沸腾中充分加热 避免了出现有的偏软 有的干硬 甚至加生的问题 同时为了使米在蒸煮过程中 水分充足吸收 米粒的香甜味道得以充分激发 在锅的上部分也设计了增压装置 而为了避免发生普通压力锅 压力过大带来的高压危险 里面设计了几层保护装置 从而使它安全性得到充分保障 那么这个黄冰发明的压力智能包 做出的米饭到底怎么样呢 我们决定用它做米饭 先尝试一下 这些好了 对对对 我们打开看一下 打开看一下 好 是否退出工作 已退出工作状态 你看一下 这个侧面已经没了不像以前的那个香干吧 香味出来 对香味很同 对 然后你看这个整个表面都非常真人的 而且从这个色泽上 还确实是一个个个儿一个个儿的 对 是吧 很白 嗯 而且很饱满美丽米饭 我觉得这个颜色特别透明感觉 对对对 精英奇土 确实是 别想你看这个米饭也没有烂掉的那一种 其实不的是烂 就是一口一口很完整的 油亮亮的 怎么样 这口感即是能够明显的感觉 吃起来是比较饱满的 加一下 这是我们之前做的 这个上面就有那种白色的点点 感觉散了 我们看到用黄冰发明的压力IH智能包做出的米饭 米粒饱满 均匀剔透 尝起来确实香甜可口 而且松软有度 让人食欲大增 看着这个米饭做出来 真的是看着都香喷喷的 很想吃一口 那黄老师我想问问 其实也有人会用高压锅来蒸饭 因为它快 高压锅这个效率比较高 那高压锅蒸出的米饭 跟这种智能包包出的米饭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想一想 高压锅是怎么加热的 那么高压锅也是下不用火去加热 对 所以这就遇到一个受热不均的问题 我们使用高压锅主要是看到它的节能快节 但是它在煮米饭的时候还是下边加热 这样就造成了上下受热不均 上下的米吸水不均 如果说受热均匀 吸水是都一样 这样米饭的那种香甜味才能出来 就是还是那个要受热均匀 这个米饭蒸出来才香香喷喷的 对 那这样我们来看看这个智能包 到了普通人家 这是大家用的这个情况怎么样 我们去看一看 黄冰女士是广东人 自小就喜欢吃米饭 几十年下来 各种做米饭的方式她都用过 那么她最爱吃哪一种方式做出的米饭呢 我自己觉得用柴火煮饭好吃 虽然怀念柴火做的米饭 但是到了城市 也随着大家用起了电饭锅蒸猪米饭 那么她对黄冰带来的压力智能包 感觉怎么样 是否会相信 她能比普通电饭锅做得好呢 不可能 这个的味道 和那个电饭锅差不多 说不如是 虽然黄女士对黄冰的发明 还是怀疑态度 但是她同意 用自己的电饭锅 和黄冰的压力智能包 鄙视一番 我们选择这个功能 在中央拿到 对 你看我们选择了超锅煮的功能 这个时候按一下开始 看现在就开始煮米饭了 这个时候大约25分钟的样子 我们这个米饭就可以煮 这么快 二十分钟后 两锅米饭都熟了 那么黄女士的反应如何呢 一粒粒的好亮 香有发明 有香味 香气出来了 是吧 那您尝一下 好吃 好吃 爽好 有香味 甜不甜 甜 那您觉得和您以前用的柴火弄的 它和那个比的话怎么样 一样 现在想起一样 现在用您这个包 做出来的米饭 满意吗 您觉得 一般呢 不算满意 因为这个饭 不算比那个饭没有 那个饭呢 好 这几斤 刚刚出来了 看 米饭是一样的是吧 哦 对对对 水凉的 风的水凉 一样的 这个是爽口水 爽口 嗯 爽口水 哦 这个有点黏的 这个胃口好一点 这个香一点 这个啊 散沙一点 这个凉一点 好 别的这个香 其实我看 我其实也是偏这碗米饭的 这个口感 它一个来说 这个 相比这一碗来说 我觉得这个米粒 更清晰一点 对 米粒是一粒一粒的 非常的明显 然后吃起来的话 它比较有嚼头 有黄冰发明的 聚能压力包 兼现了中国古代宫廷烹饪工艺 并在此基础上 集合普通电饭锅 和高压锅的特点 创造性的 改平板加热 为整体内锅加热方式 这就使得米粒在蒸煮过程中 每个部分都得到充足的加热 同时在锅盖上骨 还设计了具有多层保护功能的压力装置 这就使得米粒吸水性大为加强 通过这两种方式的改造 用压力智能包做出的米粒 在减少营养损耗损耗的同时 达到松软有度 香甜可口 米粒精英剔透 为喜吃米粒的众多人群 提供了更为精致的生活享受 这种压力锅是以环绕型的加热 它能够充分地体验 历水上头 我们所说的要浸肺压脚和闷 这五种方式 让米尽量地在火和水的过程中 充分地吃水受热 直到它得成熟 所以这种先进的方式 就把古老的那种传统的这种做法 就智能 其实我觉得做饭还是有乐趣的 有这样的家伙事是如虎添翼 如果没有的话 其实有时间 大家学学做饭还是挺有乐趣的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我爱发明的节目内容 如果您想了解我们的节目的信息 欢迎参与我们声讯通道的服务 发送字母T到106699991 欢迎跟我们的栏目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还有您有什么好的发明和创意 也可以和我们的栏目取得互动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我爱发明 欢迎继续关注科教频道的其他内容 这是一艘怪异的快艇 它可以高速行驶 也可以游刃地转弯 它可以和气垫传媲美 也可以和普通快艇进行巅峰对决 它就是铁甲怪兽 水上飞 一只其中奥秘 敬请收看 外发明 快艇腾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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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